光复乡泰巴朗地区建筍季登场 光复地区农会推广地方出产的优质建筍 结合在地农产席开摆桌 宴请民众品尝特色山海料理 现场徐周卫、立委夫辉奇都到场品尝 透过行销宣传打响原乡农产品的知名度 光复乡泰巴朗地区建筍季登场 光复地区农会为了推广地方出产的优质建筍 特别结合了在地农产席开摆桌 宴请民众品尝特色山海料理 县长徐周卫以及立委傅昆奇也都到场品尝 透过行销宣传打响原乡农产知名度 前一年我们的建筍饷宴 现在已经结合了观光旅游以及体验行销 所以拜托大家可以体验采建筍的 就请参加我们的这个建筍旅游 第二个现在餐桌上都是跟我们的餐厅大厨一起合作 如何结合建筍入到食物里面 所以请大家用心吃慢慢讨论 然后研发可以更结合自己家里的食谷来利用我们的建筍好不好 光丰农会每年都会在建筍产季结合了观光旅游以及体验营销 推出了漫游建筍去 除了能够体验采建筍烤建筍拨建筍的乐趣 活动的重头戏建筍饷宴更是结合建筍与在地农产研发各式美味料理 让民众吃到属于花莲的特色山海料理 建筍是泰巴郎季节限定的重要农产 种植面积大约200多公顷 建筍含丰富的维生素蛋白质以及膳食纤维多种的营养 并且在地农友以友善耕作 不使用农药以及化学肥料方式来种植 是安全的健康食材 透过每一年的行销宣传 将花莲好山好水出产的优质浓特产品推广出去 记者高双双光复箱采访报道